裴卡老师一一唱名发下准考证 待会准备进考场等待考试 这些具有原住民或新住民身份的国中生 这一局有机会翻转未来 他们本身就是家里比较贫困 那么也有很多的是低收入户 他们很想要改变自己的贫穷 改变自己的命运跟未来 我们学校以这个食物专班 原住民专班为考试重点 这样对他们的未来比较有保障 所以我们学校在考试前的两个月 就开始做复习 不过在疫情紧张时期 人人需要填写健康调查表 在依照动线分流量测体温和酒精消毒 各个严正以待 那考生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要求全程都要戴口罩 那万一有发烧的同学 因为这没有补考的机会 我们也有准备了隔离的市场 让这学生可以 也不会丧失到他的权益 这次五专护理科专班考试 原住民报考共有295人 实际招收100位 而新住民报名有104人 招生人数来到了50位 比去年多了20人 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招生 今年可能是新住民五专的 最后一次的独立招生 整个护理师工会希望说 把护理师的一个学历 可以提升到大学 明年希望我们招的是 四年制的大学部的 护理系的学生 原住民及新住民专班 不止考试不用报名费 求学的五年间 不用负担学杂费等各项费用 每个月还领3000到5000元的零用金 毕业后再进入 慈激医疗体系工作 是未来的就业保证 大约新闻杨爱婷 温国家华联报导 有路灯